大家好,我是瑞金總經理陳振坤 大學的時候我參加過橄欖球的校隊 大學四年來大概都有陸續參加大轉編的比賽 甚至我當兵兩年 我有兩年參加國軍的運動大會 橄欖球的比賽 其實這幾年下來 其實我一直都有回學校 每年一年一度的橄欖球的 我們學校的對慶 我們參加這個比賽 給自己一個體驗就是說 要維持好的體力 回去不要給學弟看到說 這個體力不好身材走樣了 那也跟以前的隊友可以續續舊 重溫舊夢 橄欖球其實訓練的過程是很辛苦 我記得以前在陳大的時候 我們要從陳大的校園 跑到安平古堡 來回大概要跑25公里 每個學期要跑一次 我們整個過程這樣跑下來 大概花差不多兩個小時 那每年大概一次 所以我們 像我大一進去 我們同屆的隊友 大概超過十幾個 真的能夠四年打完畢業了 我們那一屆只剩下五個人 常回去 每年回去陳大 回去友誼賽 大概都維持到一兩個人而已 我覺得橄欖球的訓練給我們說以後就是說 做任何運動或者肌類運動 就是笑話或者勉勵自己的話 有任何事情比打橄欖球還懶嗎 你打橄欖球都可以打了這麼多年啊 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啊 平常在公司或工作自己能夠運動 其實就是除了跑步以外 其實就打籃球 做慢跑 可以練自己的心肺功能 還有維持一定的體力 那一個禮拜大概 盡量能夠維持到兩到三次的 一個跑步一次大概四五千公尺 基本上跑步在我們公司裡面 現在是一個很盛行的一個活動 在2008年 我們就辦了這樣的跑步 每年春季秋季 我們都一個跑步的比賽 那從這幾次的活動辦下來 我想也擴展到各部門的一個運動 我們也鼓勵各部門 你可以在每個禮拜選擇一天 找整個部門出來做一下 這運動的活動 我們公司裡面大概跑一圈 大概是一千公尺 所以我想很多同仁 大概都每個禮拜會利用一次 這樣的跑步 那目前看起來 我們公司有這樣從事 這樣跑步運動的人 大概我想應該有五六百人 那我們公司很多同事也講 其實跑完步回來他還要繼續開會 那他們也反映說 其實開會的效率比平常還好 所以很多他們很多會議 甚至排到大概六點鐘 那五點鐘要先去跑步 跑完步再回來開會 那這個是我看到這幾年運動下 我們公司很多人 包含體重降低了 那很多腰尾也變小了 這樣的一個改變 其實只要有一個運動的習慣 能夠維持常態性的運動 我想這裡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那對你的家庭還有工作 一定是有正面的幫助 希望大家一起來養成運動的好習慣